在中国历史书中有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记录 这段记录记载在吕太后本记里 七年纠八月雾影 笑慧立崩 发丧太后哭 气不下 留侯子张辟将为世中 年十五 为丞相曰 太后独有效会金崩 哭不悲 君知其解乎 丞相曰 和解 辟将曰 帝物状子 太后为君等 君经潜败旅台旅产旅路为将 将兵居南北军 积驻旅皆入宫居中用事 如此则太后清安 君等性的托获已 丞相乃如辟将计 太后说 其哭乃哀 吕世权游子起 什么意思呢 就是汉慧立去世了 吕太后白发人送黑发人 哭的时候却没有流泪 这时候 刘侯张良的儿子张辟将 官居世中 只有十五岁 他跟当时的丞相陈平说 太后只有孝慧帝这么一个儿子 现在去世了 他哭得并不悲伤 你知道其中的缘故吗 陈平说 不知道 张辟将说 皇帝没有成年的儿子 太后惧怕你们这些大臣 你现在 请求拜旅台 旅产 旅路为将军 同帅南北军 等到旅是一帮人都进入朝廷 在朝廷中掌握实权 你们这些大臣 才能摆脱灾难 陈平听了之后 就此放选 让旅士掌握天下 这时候 旅后的哭声 才开始哀伤起来 初感这段话 好像没毛病 但仔细一琢磨 就发现其中的问题 陈平是堂堂大汉智囊 是辅佐刘邦开国的 他怎么会需要一个 十五岁的孩子 去指点呢 原因只有一个 陈平知道 这个十五岁的孩子 背后另有视力 谁呢 只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张良 当时张良还没有去世 张辟江是张良的儿子 他的话很可能是出自张良的授意 另一个可能就是吕后 张辟江是世中皇帝的亲信 自然也可能是吕后的亲信 其实这两个人都是同一股势力 就是吕后势力 不要忘了 正是张良给吕后支招 请出了商山四号 让刘邦打消了换太子的念头 值得一提的是 刘邦明明更喜欢欺负人的儿子刘如意 也一直要换太子 为什么吕后一请出商山四号 刘邦就不换了呢 就算契夫人如何哭 刘邦也不说话了呢 原因很简单 刘邦是一个政治生物 他考虑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喜好 吕后请出商山四号 其实是告诉刘邦 他已经为自己的儿子铺好了 接班人的关系网 而刘如意 只有他的母亲契夫人一个依靠 刘邦如果非要废太后 就等于要连根拔起一股势力 几乎就要废掉半个寒潮 这是刘邦接受不了的代价 好了 知道吕后跟张良是一伙的 那这个对话就好理解了 就是张口吕说 张碧江说的是吕后想说的话 那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吕后 你看我只有一个儿子 现在死了 我连哭都哭不出来 你知道怎么办吗 陈平 怎么办呢 吕后 我害怕你们呀 我不放心呀 要不这样 你出面拜我的兄弟们为将 统帅 南北军 让我的娘家兄弟进了宫 主持大局 我这才放心 陈平 成交 这才是真正的对话 那吕后为什么要找张碧江呢 一是表达自己的意图 但又有留有余地 万一陈平不同意 可以说是这个孩子胡说 要是同意 那就赚大了 最后陈平是同意了 为什么陈平这么大方 这就是吕后的第二个用意 让张碧江说 能让陈平误认为 这出自张男的授意 别人的话 陈平可以不听 但张男的话不得不听呀 这是可以动摇天下的人 吕后 用一个代言人 外媚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 这给我们两点启示 一 当你需要办什么困难的事情时 不妨用个代理人掀示一下 这样不成功也有退路 还能再想别的办法 二 当一个人突然跟你说出 不符合身份的话 那你可以多想一下 也许他只是一个传话者 看历史书 尤其要注意 历史书中不合理的地方 因为不合理的背后 一定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而看历史书的乐趣 往往就在这其中 再跟大家看 另一个不合理的地方 这一次是吕后去世 吕后去世后 发生了助吕之乱 史书记载 吕氏准备捷略皇帝 掌管南军的相国吕采 带兵入宫 半路上被朱须侯留章阻来 则志通建立是这样写道 旅产不知里路已去北军 乃入魏阳宫 欲为乱 致殿门 福德入徘徊往来 平阳侯恐福盛 池与太位 太位尚恐不胜助旅 未敢恭言诸之 乃为朱须约 即入宫卫帝 朱须请族 太位与族千余人 入魏阳宫门 建产亭中 日捕时碎鸡产 缠走 天风大起 已故其从关乱 莫敢动 主产 杀之狼中 府立侧中 翻译过来 就是旅产不知道 旅路已经交出了北军 他还想冲到魏阳宫作乱 走到殿门的时候 进不去 就来回徘徊 平阳侯 曹库知道后 就赶紧告诉了太位周伯 太位担心斗不过助旅 就找到了朱熊侯刘章 刘章自告奋勇 周伯就调给了刘章一千人 刘章到了魏阳宫门的亭中 发现了旅产 到了晚上的时候 刘章向旅产发起攻击 旅产逃走 这时天空狂风大作 旅产的党羽四下逃灿 不敢接战 最终 旅产被杀死在郎中府的厕所中 这段历史看上去是说旅产造反 但是仔细琢磨一下 又有好多漏洞 比如旅产被刘章一千人打败 说明旅产带领的人并不多 旅产手下有一只男军 造反这种大事 为什么不多派点兵马呢 其二 旅产到了店门 因为门关着 所以他就在店门外来回徘徊 旅产是来造反的 不是前来逛旅游景点的 店门进不去就进宫呀 为什么不进宫 反而来回徘徊呢 而在战斗中 发生奇怪的大风 有意思的是 这大风好像懂得识人一样 只是让旅产的带从大乱 不敢进宫 最终导致旅产的被杀 而这背后更大的不合理是 旅产为什么要发动叛乱 这时候的旅产已经大权在握 少帝流红的皇后 还是旅路的女儿 他们完全是得力的一方 只要维持现状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改变现状 要去挟持一个 完全站在他们这一边的皇帝呢 真正答案只有一个 旅士当时并没有主动发起叛乱 所谓的助理之乱 不过是旅士跟陈平周伯等汉朝军工集团 日间的利益纷争 旅产也不是去挟持皇帝的 他极有可能是去见皇帝 他带的侍从不多 而且是没有武装的文官 所以在流张一千人的冲击下 莫感动 最后再跟大家聊一个比较隐秘的黑历史 这个事情发生在助理之乱被平定之后 当时陈平周伯立主赵代王刘恒入京即位 也就是历史上的汉文帝 刘恒即位的三个月后 在陈平周伯的一再建议下 刘恒立儿子刘启为太子 刘启就是后来的汉景帝 奇怪的是刘启并不是汉景帝的嫡子 刘启是汉文帝的第四个儿子 汉文帝在当代王时原本就有王后 王后生下了三个儿子 那刘恒为什么以非嫡子身份成为太子呢 史书记载 在汉文帝被召进长安当皇帝的那段时间 代王王后突然去世死因不明 他的三个儿子也在刘恒被立为太子前 先后病死 这是一个极为奇怪的事情 以后三子竟然在短短三个月时间时 先后去世 更奇怪的是 这位王后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名字 三个嫡子也没有留下名字 这不符合汉文帝的性格 汉文帝是个很练就的人 在稳坐皇位之后 他就曾经返回自己当王的代帝 跟以前的百姓一起 叙旧饮酒 他怎么可能会忘记给自己生下三个儿子的王后 在当皇帝之后 不对他进行一些追风呢 一切不合常理的事情背后 一定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个解释就是 这位代王后很可能是吕氏真语 刘姓诸侯娶吕氏真语 是吕太后一直以来的安排 视为刘吕延依 赵王刘氏娶的是吕家女 梁王刘辉娶的是吕蝉的女儿 朱熙侯刘章娶的是吕陆的女儿 迎宁侯刘则娶的是他妹妹 吕须之女 刘家皇帝自然也必须娶氏之女 那么刘恒也极有可能娶的是吕氏之女 这一点可以从吕后 一向对刘恒特别关照 得到辅证 而在吕氏之乱被平定后 周伯西捕助旅男女 吴少长皆斩之 刘恒自然也保不住自己的王后 甚至有杀王后而自保的可能 他在当皇帝之后 他的王后所生的三个儿子 当然不可能被立为太子 不但不可能立为太子 还必须被杀死一处后患 这才有了三个儿子病死的记录 作为历史上美誉度极高的汉文帝 为了保决姓名以及作为皇位 也不得不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 这就是历史中不为人注意的小细节 这些小季节可能就透露出 历史书不好说明的真相 所以看历史远比看小说更为有趣 因为历史就是一个有着无际谜题的长卷 更何况还可以从中学到许多的知识 请你加入这种小细节 请你加入这里 请你加入这里 这样一开始